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快剑陷阱,晚上有僵尸 小伙伴们,今天不是我一个人打怪了哦 我要来邀请我的队友,大黄蜂一起打怪物了 好嘞,现在他已经进入地图了 呃,咱们还是赶紧来看一下房主箱吧 诶,就三样东西而已啊 那先拿着再说吧 呃,然后就是来搜刮一下其他的储物箱了 不过根据咱们以往打图的经验 这些储物箱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好武器 果然哦,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渣渣呀 我估计大黄蜂看到这些东西也是脑瓜疼啊 好,像房主的武器是比较多的 那咱们先给他一把散弹枪吧 呃,然后的话 咱们再直接跑到楼上去瞧一瞧吧 哎呀,这楼上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啊 只失败了三个道具模型而已 那还是赶紧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吧 看看能怎么做防御吧 门口的话有地刺陷阱和投掷器 然后这前面是左右各一排的机关网 哦,机关网的前面还有机械臂和投掷器呢 那这么看起来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防御能力呀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咱们还是在中间这个空旷的地方 给他搞上一排机关网吧 多一道防御 还是会比较有安全感的 哦,大黄蜂这哥们也出来了哦 不过这家伙怎么不过来帮忙的呀 倒像是在监督我做防御呀 好嘞 下面做了一排机关网 那上面就直接放上新能块吧 嘿嘿 这样一来 咱们横速的方向都有机关网了 而且这机械臂直接被通到电了 变成了一道高高的防御网啊 好嘞 也不知道怪物厉不厉害 应该这样的防御 能抵挡得住他们了吧 不过现在怪物还没有出现 我看大黄蜂也是显得无聊啊 嘿嘿嘿 别急别急 俺有办法 因为我刚刚发现这里面写着 点击灯块就能进入黑夜了 好嘞 已经被我点击了 现在直接进入黑夜了 哇塞哇塞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现在外面就已经出现了好多的怪物呀 不过这些家伙 好像还真的进不来的节奏呀 大黄蜂也已经拿出散弹枪在消灭他们了 尴尬 这段跳太久没练都不会跳了呀 那就再重新来一次 反正也不着急 因为这一期的怪物 我怎么感觉都傻傻的呀 不会快速的向我们攻击过来 而且这一次 咱们还有一个大黄蜂来帮忙 应该可以轻松拧压他们吧 现在我跑到这外面来 放出一只机甲 这家伙好像是一只不受控制的机械狗呀 不过怎么感觉 不会帮咱们打怪物的呀 只会在那里乱蹦乱跳而已 诶 握了个去 这是被弹到哪里去了吗 最后 我跟大黄蜂 一直打到了天亮 然后我们发现 这些僵尸真的挺傻挺笨的呀 而且用只散弹枪 一枪就可以爆掉他们一个 现在僵尸的数量已经零零散散了 剩下的也不多了 有没有发现 前面的机械臂防御网 也都被我们拆掉了 嘿嘿 没办法 僵尸时代是太弱了 我现在也是无聊啊 拿着马桶吸 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给吸过来 然后让他们掉到下面的机关网 把他们给融化掉就OK了 哎呀买 吸得太靠近 居然还会被干掉的呀 嘿嘿嘿 什么情况 就剩下这几个僵尸了 这大黄蜂还会被群殴的呀 嘿嘿嘿 我来帮他一把吧 把他直接给吸下来 就剩下这么三个 机关网把他们干掉以后 咱们就大获全胜了 问题是 这大黄蜂兄弟跑哪里了呀 最后 我跑回到房间里面 才发现这哥们 躺在船上偷懒了呀